接下来教给大家的是如何在pue里面安装温度17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在这里我给大家准备的三个网站 第一个呢是这个msdn i tell you 在这里你可以下载的到温度17 然后旗舰版对吧 我下载的是32位的 因为我只是挂个QQ农场而已 所以说然后接下来 windows虚拟机它需要word ro驱动 因为是在pue里面安装 所以说在这里点击这个链接 它就会跳转到这个github界面 就会下载到稳定版或者最新版 我是下载的最新版了 所以最终你会用到两个文件 一个是windows7的镜像 还有个是word ro的驱动 wind7的话我还是重命名一下好了 这个比较方便好操作 wind7.iso word ro就这样了 ok我们呢先在pue的储存local里面 iso镜像 在这里上传一下文件 wind7.iso 打开 上传 那我们要记住这个例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台虚拟机 名字就叫wind7 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开机自起 当然你想开机自起 也是可以的嘛 操作系统 windows7 切 镜像呢就选择刚刚的wind7.iso 然后系统的话这些都默认就行 硬盘的话还ide啊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ceta或者说sqc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用sqc 我给他个50gb吧 到时候不够用再说 然后sd反正虚拟磁碟是储存在这个localvm里面 cpu双核 然后用host 输主机的内核 内存的话最小 诶我很后期哦512nb可不可以保得起wind7 应该可以 最大两句内存就好了 那不需要太多 网络的话也是用虚拟化技术 我的L半虚拟化 桥接到VMB20 下一步 然后我忘了一件事情 这个网络这个防火墙我得关掉 就这样确认 然后我们还得上传一个镜像 就是这个word.io驱动 待会你会用得到的 OK 然后wind7这个创建好了 创建走 好之后我们再硬件这边 再添加一个cd驱动器 就id8 id10 储存local 镜像的话 我的lo驱动 嗯哼 添加 然后选项这边需要改一下 启动了的引导顺序 这个关掉 有点不适合操作笔记本 这样子 硬盘呢 首先从硬盘启动 如果硬盘里面没有系统的话 它会从这个wind7 ISO启动 就这样 完美 OK 准备开机 yes 开始安装程序了 中文下一步 现在安装 接下来 接受许可条款 下一步 自定义 没有找到任何驱动 对吧 我们就加载驱动程序 浏览 浏览我的lo驱动 然后 找到 我的scd 有个wind7 x86 确认 它就找到了 红帽 我的lo驱动 然后我们下一步 好的 它现在就已经识别到的 这个50G的硬盘 我们刚刚创建的 点击驱动器高级 新建 50G 全部应用 然后我们直接安装系统 OK 立即重启 好的 安装好了 Home PC 下一步 密码不需要了 然后自动计划也不需要 到时候再说 然后推荐 设置 下一步 正在完成你的设置 温期期间版 很怀旧 对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首先呢 打开这边 计算机 计算机 右键 管理 然后有个设备管理器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还没有识别到的吗 比如说以太网 我们更新一下驱动程序 啊 浏览 然后打开 在Whatever驱动这下面呢 有一个NED KBM 往下拉 WIN7 32位 确认 下一步 已经安装好了 网卡 网卡安装好了 其他那两个呢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也没有关系 更新 然后浏览 你直接这样子 直接浏览整个我的IO的这个 词典 下一步 他会自己找得到的 往后 这个也是一样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在计算机 WordIO 这里面 打开 然后有个 Guest Agent 我们要安装一下 32位的 等等 32位是上面这一个 i386 Yes 我们先关机 有些东西我需要改一下 在硬件 在硬件 在选项这边 QAMU Guestion 这边 启用它 然后 引导顺序 把下面这两个都关掉 不需要了 然后这个驱动器 就可以 就可以不用了 不使用了 那其实也可以上得掉 因为都不用了 上了吧 属性 奔腾 415U 2GB 哦 哇 内存占用率好 我低 400兆 双核 32位的运气 这是 在硬件 感谢观看